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劳动党现议员候选人高维凯 在这里跟大家拜托 我们现在什么都涨 只有薪水不涨 四个人做七个人的事 领三个人的薪水 有工作的人越做越累 没有工作的人越来越难找到投入 找到的也是离时工 派遣工契约工 这个月有工作 下个月又没有投入 还有很多正式员工也被要求改签契约 大家领薪水的没钱买东西 弄得我们做小生意的 生意也都不好 经济不景气 政府补助企业很大方 补助我们这些弱势的 就常常说没钱 我们这些领薪水的上班族做工人 到底怎么办 每个月薪水还没进到口袋 政府就先把税抽走 一毛钱都领不到 可是我们的保障却很少 负担很重 尤其学费越来越贵 我们工人到底怎么办 一个工人讲话没人听 一万个工人讲话最大声 工人不大 团结最大 劳动党现议员候选人高维凯在这里 跟大家拜托 谢谢大家